經常有朋友說想跟著我的影片去潮傘旅行 但又不知如何規劃 希望我將影片分個次序 其實疫情以來我去了很多次潮傘 去的地方比較分散 有時是山頭、潮州、有時是呈海 甚至是去耀平 是很難告訴你哪一個是第一集、第二集的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我會將我去多次以來 認為好玩、好食、好住的地方 設計一個三天的行程 如果你不想花魯根 跟著我這個行程就可以了 我這個呈海、汕頭、潮州、潮傘 四個地方大包圍的旅行 因為去的地方比較多 所以建議你是包車 如果你打車的話 就是去這個地質公園 車比較少,最好你是漁陽 在片尾我會把這個行程去的地方 地址和攻略寫出來 讓你可以交給司機跟著去 記得看到最後不要漏了 去潮傘的交通首選就是高鐵 但如果在西港輪出發的車 周末是很難買到的 如果買不到 在深圳出發都可以 按照我這個行程 是坐高鐵去潮傘 如果在西港輪出發 最理想是買8.52分這班車 不過這班車比較難買 買不到買9.26分也可以 如果遲過這兩班就太遲了 價錢如果在官網買是210元人民幣 買完去程 順手就買回程 回程的車站也是潮傘 因為車票很搶手 所以建議你盡早買車票 車票的預售期是15天 在香港西港輪出發的車 它的開售時間是早上8點 潮傘回程的開售時間是下午2點 所以你要在足時間擔定椅子 一開始買票就立即上官網買 如果真的買不到西港輪出發 可以考慮在深圳出發 價錢還便宜很多 是120至130多元 而且容易買票很多 大約11點多 我們便會到潮傘站 今天我們會先去潮傘吃海鮮餐 然後地質公園 我會將影片濃縮介紹給你 但如果你想看更詳盡資料 你可以去看這條原片 在這裏下去就是一個停車場 我們預先約好的包車司機 已經在這裏等著我們 我們因為在家庭出遊 有老有少 不適合打滴滴 我們就索性包了一輛車 就是兩天 你都可以包車三天 我們第三天打滴滴去車站 所以便沒有包了 有輛車方便些 這輛車是12座 這輛車是12座 我說12座 保保通通 包車是包車、油和司機 但是不包司機的食和住 你可以讓他跟你一起吃住 又或者像我那樣 給他300元自己搞定吃住 我的行程是三天 但是我只包了兩天車 因為第三天我只去了街市和高鐵站 我自己打車去更便宜很多 而且不用安排那一晚的食住被司機 第一程 是由潮汕高鐵站去龜莓海鮮飯店 在這裏顯示的車程是42分鐘 不過你預計它一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中午到達後 先去附近的鄉村飯店 吃了一個美味又性格比高的海鮮餐 然後我們便出發去地質公園 今天我們來吃這間 就是會叫龜莓海鮮飯店 中午有很多街坊來吃 全部都是街坊來的 都是當地人 這裏價錢是比較抵食的 不貴 大份 在飯店樓下 放了兩個大雪櫃 我們便對著這些新鮮食材點菜 這隻是70元一斤 他說這隻是小一點 但是有高的 這隻是大一點 80元 老闆娘說這隻沒有那麼多高 生鮮三眼一點 你覺得哪隻好吃 我認為這隻好吃 這隻好吃 這隻好吃嗎 蠔仔 一碟蠔 一碟蠔有那麼多蠔仔 一斤有4隻 一斤有4隻 辣鮮一點 好吃的 現在正在做蠔仔 有很多蠔 整碟都是蠔 你看有很多隻 第一碟就是剛才那隻 4隻蟹 70元4隻蟹 他說是小隻 但是他說這隻有高 花鴿 這個 花鴿 花鴿 有很多條 這個很粉 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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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大家看不看得到嗎 嘩 面子是鋪滿蠔仔 你看看又大 很好吃 那些蟹仔 很好吃 剛才那餐 鐵盅 吃了多少錢 150元 150元 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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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值得了嗎 吃完飯 我們就開車去青南地質公園 很快 20分鐘就到 這個地質公園其實挺好玩 如果你想原汁原味 可以看這條原片 其實這裏有很多地質奇觀 有岩洞 流水 還有河流流水 沖石的岩石 形成一個洞很特別 所以為什麼它會是一個國家地質公園 我去看 這裏有瀑布 我們去看看 中間有個沙洲 可以站在這裏 可以站在這裏 是呀 就是这样 有一个地洞 洞里面又有一条河 我们一路听到很大的水声就来自这一道 它简直在地下河里面 下地是河 地下是河 有一条蝶蝶网让你站在上面 否则你不能走进来 否则你不能走进去 一路是这样走进来 两边的水都有滴下来 好像一条秘密通道 秘密隧道 这里沉悠喊臂 是吗 好玩 是呀好玩 不是呀 它真的石全磨到平滑 你摸一下 是呀它可能真是 水滴石穿 是呀磨滑了 你看看 滑的 这个景区可以说是有 要养在深归无人色 见到出口了 虽然这是人工放水的瀑布 但是 都不失为一个很美的景点 来的 去到出口 回程我们是选择坐电瓶车的 买了过这些电瓶车票 10元一个 什么事走 很累了 之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包车 去澄海 去完地质公园 我们就坐车去澄海 车程大概是一个小时 最后 到了澄海 我们才check in 酒店 让司机可以自己去找酒店 我们在酒店休息一阵 就可以走路过去对面的日夜香老鹅 这一集就是介绍了我们今晚住的酒店 和这个老水鹅 可以去看看 这间就是我们今晚住的 豪生酒店 过来对面马路 这一部呢 邪对面而已嘛 这里就是日夜香老鹅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吃这个老水鹅 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吃饭了 就吃这个老水鹅 老水鹅肝 鹅头 看见了什么 炒面 我们想吃炒面 这一餐最后埋单是775元 这一碟就现在吃了 我不知完才有多少 98元的 有没有人拍照吗 没有 相也没有拍照吗 真可憐 你们心急吗 炒鵝腸 是某位朋友 是我 是我 夹给大家看看 里面肥不肥 哇 有料到 这个鱼头豆腐汤 对了 你赵山吃鱼头豆腐汤是一定没错的了 这个就是鵝肉 淡淡鵝肉 这个就是另外的评判 粉嫩的鵝肝 鵝掌 鵝翼 这鵝肝腿 大鵝腿 鵝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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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今晚住宿的酒店 程海角瑞豪生大酒店 价钱是578元 包两个早餐 有一个优点 旁邊已經是日夜香老鵝 吃這個滷水鵝走過去已經可以了 為何我們住這裡呢 因為我們明天還要在程海玩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點讚、訂閱和分享 因為你們的支持是我們創作最大的動力 房間不大間 但感覺舒適 看一個浴室 好 我們先看一個浴室 噢 一個浴缸 有個旗的 有個簾的 不過按鈕在哪 吃完晚飯之後 我們可以回酒店休息一會 或者出街逛逛 等食物快點下隔 因為有很精彩的高蟹粥等著我們 這個高蟹粥就是在日夜香老鵝 對面馬路很容易找 這條就是高蟹粥的圓片 很划算 你看看它 摩打手的 不停在這裡撿材料 這個就是高蟹粥 老闆說八十五元 這個 它放了材料在這裡 你看看 這個是鮮蝦 鮮蝦和魚片 怎麼賣 這個怎麼賣 這個 這個 這個十五 十五 這十五塊 這個魚蝦炒一根蝦 這樣就十五塊 這個 這個就加料 五塊錢就可以加料 這個是這樣 這樣就五塊錢 這樣就五塊錢 哇 這裡加這裡五塊錢 大家看看 這種鮮蝦 這種鮮蝦 鮮蝦 鮮蝦 一萬月三十塊 這種是鮮蝦 一萬月二十五 三十塊就是最完 哇 真的漂亮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蝦 魚 加了五元 小蝦 這個就是竹底 你看看 那個上湯也很漂亮 你看看 剛才加上湯 你看看 有什麼煲 哇 這個真的鮮味 這個 加些米 加些米 這個潮州粥 哇 有些黃油 出來了 我們加了些魚和蝦 變了有蟹 魚 蝦 三樣東西 真是夠鮮味 哇 好漂亮 這個粥 有三樣材料 蝦 魚 蟹 蟹 蟹 這個材料是100元 加了些豬肚 有蝦 有豬肚 有蟹 鱼仔 加入米 這盒是多斯拉請我吃的 50元 斑是否好吃 斑是滑一點 這個蝦5元 5元有多少隻 5隻 這間叫南門頭正品魚竹 很出名 CCTV也有拍攝過 不知道是否 今早是來吃酒店的早餐 酒店吃早餐的地方很大 很多位置很寬敞 可能酒店房數比較多 有肉 有豬肉 有魚丸 有菜 有麵 吃完早餐後 我們坐車去參觀陳慈雄故居 車程大概半小時 陳慈雄故居 它是領南地區規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橋宅 有領南第一橋宅 和潮傘小故宮之稱 佔地2.54平方米 擁有506間房 嘩 大到 聽說工人早上開窗通氣 到中午剛剛開了 吃完飯就開始關窗 到傍晚剛剛好關窗 可想而知它的規模有多大 不僅如此 它的地磚、玻璃、石材 這些建築材料 當年都是由歐洲和東南亞這些地方運來 所以歷經八年都是嚴厲如新 特地建築河 或者是像大廳 親坨然後喝茶 我看你了 不要玩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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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穿 你怎麼穿 出租旗袍 最低是39元起 我看你選一件漂亮的 但看不到 但看不到 像工人 對 像工人 像是 挺泰國的感覺 這個挺漂亮 泰國 不像中式 像潛落的風格 這個樓底挺高 你看這個門 做得這麼高 在這個大宅內 每一個門 窗 和地下 用的地磚都不同 是很漂亮的 有這個東南亞和伊斯蘭的風味 所以吸引了很多像我那樣的人 專門來拍他的門和窗 參觀完陳慈雄故居 我們就去吃午餐 牛肉貨鍋 車程大概是半小時至九個字 有什麼好吃 你可以看回這條原片 記得 要趕在中午十二點前去到 因為有些好吃的牛肉 例如五花子 一隻牛只有兩碟 又或者樹花牛 都是限量供應的 如果你太遲去到 是會 沒有了 很多人去潮山旅遊 都是衝著想去吃牛肉火鍋 如果你不想光顧市內大排長龍又貴的網紅店 你就可以跟多師妹去金熊公路吃 因為這條公路有很多吃牛肉火鍋的店 天天鮮牛肉 韋記 烏記 菜記 這些都可以 連本地人都去這裏吃 好了就是這個了 韋記牛肉 韋記 牛肉看起來都很鮮 有這些牛舌 毛八葉 鮮牛肉丸 人多可以坐這些 包房 這個三花子 這個好吃 這個 這個很棒 這個 這個就是雪花 這個 一包就是 一斤就是55元 哇 都幾多粒 我幫你贏 就是這樣 整碟這樣 熟下去 5、4、3、2、1 有 哇 OK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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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牛肉丸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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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也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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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花子 一半 這個呢 是好吃些 我們都是搶到兩碟 4、3、2、1 好 哦 好 好 這個部位好像是雪花 好吃的 我喜歡吃雪花 剛才是雪花 對 剛才是雪花 我喜歡雪花 這個部位油分香 這個油分香 這個油分香 這個味道不錯 但是呢 比較常我喜歡吃雪花 牛有牛味 雪花是牛味重 我真的來 哦 雪花是三十八 然後三十五 然後三十五 三花子 三花子 哦 三花子就是三十五 雪花是最貴 果然雪花真的最好吃 是啊 嫩牛就是三十二 我們吃這麼多東西 就是吃了412元 吃完好美味的牛肉火鍋 我們就出發去汕頭小公園 車程大概是半小時九個字 它叫做小公園 其實它不是一個公園來的 它是汕頭老城區裡面的傳統騎樓建築群 不過現在都很商業化 有很多商店 條片你會見到是晚上 但你實際的參觀時間是下午來的 你記得要控制好大概四點到四點半 就要開始出發去潮州 要不然你就會趕不到那邊晚上八點鐘的燈光秀 因為你還要吃晚飯 如果你是不打算看燈光秀的話 當然你可以放多一點時間在這邊 這裏就是小公園區 其實每個遊客來到汕頭都必來的 為甚麼呢 有過年氣氛 現在越來越少過年氣氛 它有過年氣氛 還有它有美食 所以酒店貴都沒有辦法 這間是賣肉乾的 打了燈多漂亮 你看看 其實一些老區活化有老區活化的好處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不是原汁原味 但是它有它的好處 要罵 要起來 後面也是一個老城區 是很大的 全部都是這種這樣的樓 如果你想看一些很原汁原味的 就可以一路走進去 走下去很遠的 在裏面你賺食或者買東西 可能也會更便宜的 這裏始終都是旅遊區 看見的 看到的 你走過是看不到的 飛車大排檔 走進去便宜了 全部都是小炒來的 看看海鮮 這有蠔 這個扇貝25元不貴 很美味 來到潮山很多人都會吃這個 甘草水果 自己選擇 嘩 都很大盤 離開這個山頭小公園 我們就坐車去潮州的吉子酒店 車程大約是個半小時 到了我們就先check in酒店放下行李 你兩天包車行程到這裏結束 之後你就要自己打車了 所以為什麼我是選擇住在這個吉子酒店 因為是可以走到古城 不用打車 但是即使你要打車 在潮州很容易是截到的士 不用怕你不用用滴滴出行 關於這個潮州吉子酒店的介紹 你可以看回這條原片 我們今天住這間就是吉子酒店 吉子酒店是有兩間的 我們今天選擇這間就是在古城邊皮的 可以走進去古城的 比較方便 為什麼選擇在這裏呢 因為它一下車到步 下車就是了 走進來推進來就是了 但如果在古城裏 它要下車就可能要推很久 這間大床房都600元 雙場就700多元 相對是貴 因為沒有辦法地理近 但它方便 是可以走進去古城 不用搭車走進去就行了 或者走完累後回來休息一會再下去 你最想是這個 是的 多謝很喜歡中午說回來休息一下 不是有時候買了東西不想抽 就放下它 回來放下再去走 對呀 最重要是這個 你不要來抽一天 我們要一個大床房 比較小的 你看看 600元的房 現在它這裏是有一部智能聲控的 你可以跟它說的 小杜杜杜杜杜杜 今天天氣怎麼樣 可以啊 你那樣的國語都聽得懂 不會聽到別的東西 我自己都聽不懂的國語 那半夜起床去廁所了 小杜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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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走到古城 要走多久呢 五分鐘左右 你走行回來的時候 看見走行的行走回到酒店 走回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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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放下行李之後 我們走進古城 在燈光蘇開始之前 你會有少少時間吃晚飯 或者吃一碗牛肉果條 甚至少吃素杜 在這兩集裏面 是有一個詳細的賺食地圖 可以參考一下 在潮州古城賺食 除了我上集說過的上下西平路之外 又怎少得這條有吃貨天堂之稱的西馬路 在西馬路有一間叫蔚來綠豆餅 這個蔚來綠豆餅 有很多人在賣店 在綠豆餅的邪對面 就有這個賣正宗潮傘特產的糖蔥餅 一份糖蔥餅有三個薄餅皮 這裏有芫荽 有芝麻 加芫荽 這麼特別 它的餅皮是新鮮 辣辣就可以了 即是外圓外出 真是很適合 裏面有一間叫樂伯廷 是專買廚房配料和醬油 來到潮山必買的就是沙茶醬 多斯拉本來想買這個散裝的沙茶醬 因為說它新鮮些 但無奈就要用膠袋包裝 很難處理 所以就考慮買這個罐裝 而老闆娘就說這個沙茶醬是他們自己自製的 不是拿貨 燈光蘇每晚8點至8點3 在港際橋 星期五六日會加開9點半一場 在現場你會發覺人頭湧湧 都遮住了看不到 不要緊 你面向住過韓江 向右手邊一路走下去 一路走下去 越走人潮就會越疏 到時你就會看到 一路走下去 十一點鐘 都還未回酒店 連醬汁都混合了 你看看 它最後還要吃甜品 這個是杏仁茶 都夠稠 這個就是芝麻糊 豆腐串 多少錢 2元 2元 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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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串炸得很好吃 這個串 最後一日早上我們去潮州街市 買滷水鵝 牛丸 糊頭糕 順便買一份滷水鵝回酒店吃 然後再逛一逛古城 就回香港了 在這條片裏 這個街市是有詳盡的介紹 去看看吧 今早就是出發去街市 街市名叫風春市場 但是因為這個風春市場很大 有乾貨失貨有前有後 怕司機去錯 你的定位就是定月橋市場 就沒有錯 因為月橋市場和風春市場的街市部分 是靠著的 潮州其實不是很大 打車去是很近的 由吉子酒店去 打車是大約十元八塊 如果你不懂打車去 可以坐的士 街上很多的士 價錢都是貴少少的 這裏就是南教路 和永春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 我們沿著永春南路走下去 遠遠我們已經看到這個檔口 圍滿了街坊 在這裡買滷水鵝 門口就是檔口 裡面就是一個作坊 在這裡做滷水鵝 落鵝了落鵝了 剛才裝好的鵝 這裏有很多隻鵝 還有滷水鵝味 撲過來很香 是不是很香 很香 這裏是半隻 一百三十元 八十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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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鵝頭、鵝肝、最高配置 我們待會開餐吃給你們看 看不太好吃 現在再買一些 抽真空的回去送給親朋好友 嘩這隻是獅頭鵝 看看它整隻這樣買是多少錢 是沒有頭、沒有頸、沒有翼的 是抽真空這隻 二百七十六元 有半斤 這個鵝腸是半斤 冰袋 冰袋 有冰袋 每一個都夠了 我想多有兩個 買完滷水鵝之後 我們就走回到風春市場 發覺這個市場 都頗大頗好走 家庭主婦又來這裡買 店舖又來入貨 所以早上充滿活力 很多東西買 是很大的 在做這個糊頭糕 你看有多少糊頭絲 很多糊頭絲 用料很足 可以現做的 他們新鮮的 我要幾斤 一斤是八元 兩斤是十六元 兩斤 我現在這裡大概兩斤 半底 這個怎麼賣 四塊錢 要一斤吧 以前四十五 四十五 你要加點加香 現在在打麥芽膠 麥芽園 哇現在夠新鮮 牛豬王牙有 多時間就買東西了 買了這個麵 3元 這是馬蹄糕 現在吃?即買即食 我不吃了 15元 買得到 很冰 即是即日離開 絕對沒有問題 零售就不止 零售就不止 這是生煙 做好成份 賣給別人 好香 蒜頭味 60元 這是牛筋 這個小塊 牛腩 60元 牛筋 很精彩 就是潮州的魚飯 你看 一盤一盤 其實魚飯是沒有飯 將魚當飯吃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意思 叫做魚飯 如果有時間證 可以再走一走古城 然後才打車去潮山站 坐高鐵回香港 車程大概45分鐘 不過因為趕高鐵 怕塞車 記得雨鬆少少 車費大概是五六十元 如果坐的士是貴少少 這個是第一日行程 吃多個玩 玩了一個地方 吃了三餐 這個是第二日行程 由程海到山頭 再去潮州 行車比較多 但也不是太遠 不辛苦 有車會方便些 第三日行程 簡單些 只是去了街市 和潮州古城 就回香港了 祝你有個愉快的旅程 今集就到此 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 我們請問 真會 有